3月4号那天 辽宁营口一位老人家在自家院子里边放烟花 结果点火的时候 没注意燃放口的嘲笑 这一点上 那院子里边浓烟密布 烟花乱窜 宛如战争现场一样 景广现场是硝烟迷闷 但即使这样 你看这位老人家 那也是不慌不忙 因为腿脚不便 人家是拄着拐棍 不紧不卖的 一步一步的挪回了屋子 最有意思的是 这到处乱窜的烟花 还正好完美避开了老人 虽然是没有受到伤害 但这也是让人紧张到 心提到嗓子眼 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得到 说这个院子里边 还有一个一人来高的柱子 就是用放过的烟花桶给骂成的 看来大娘这也是放烟花的老手 类似的场面应该是没少经历 其实有些时候 这人老了 就跟小孩子是一样的 有点让人不省心